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猪的队友 这些猪队友所造成的现象 对于选举的中间选民来讲 或者是浅蓝浅绿的选民来讲 是不是就是一个移动的重要的因素 当然这个猪队友包括了军阁 我认为这些军阁 其实对于中间选民来讲 对于韩国瑜的阵营而言 恐怕是一季并不是扩散他的中间选票 甚至于也不是争取他浅蓝浅绿选票的一季强行争 所以这一点如果长期看台湾的选举的人士 对于选举选民的动向比较敏感的人士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警觉性 那第二个猪队友当然就是马英九的不排斥统一说 马英九不排斥统一的说法所造成的联谊 当然就是他本人露出了马脚 换句话讲上一次的马熙会 他故意不敢讲一中各表 而最后吞吞吐吐 马熙会就是他被周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次关键的时刻 也是一个关键的场域 更是台湾陷入万劫不复的一次 这个所谓的encounter 这个encounter使得中国可以用一个中国的框架 把台湾就金箍咒的来框在一个中国里 到现在都不肯松手 而目前的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的政府 在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对抗之下 十分辛苦 可是也十分坚持 马英九原先不统不独不武 而且他所说的不统不独不武 曾经为他骗取了2008年跟2012年的选票 可是现在他却出来说不排斥统一 而六都的候选人 大家都急急的闪边不敢跟他相呼应 马英九会不会就成为压垮国民党 现在看起来表面上十分看好的选情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 马英九不排斥统一坏选情 马英九呢 他在总统任内的不统不独不武 前天他却把不统变成不排斥统一 语意正好相反 因而招来了批判跟议论 国民党六位直辖市长候选人 被问到对马英九新三部的看法 几乎全部散躲 似乎唯恐伤到选情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回应时强调 这个时间点谈统独问题是最不需要的 南台湾尤其高雄市最不需要 最排斥的就是统独问题 高雄最需要什么要生活要赚钱 要繁荣要养育下一代 那不过那你韩国瑜还为什么要讲 你坚持九二共事呢 九二共事这也是一个 这个跟这个政治是有关 跟统独是有关的一个议题呀 所以直辖市长其实也脱不了 这个关系的啦 那但是他们也知道在选举上面 不排斥统一就是一剂毒药 马英九的目的是要打死国民党这一次的选情 他认为国民党的这一次的选情 如果看好的话 新的月亮新的太阳 新的太阳是韩国瑜 新的月亮是侯友谊 如果纷纷上升的话 对马英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难道马英九真的是想要在选举 这个是来这个在选举当中 之后他想要让自己的官司 能够这个躲避他的牢狱之灾 所以他想要选2020的总统吗 他这一招是要让这个相关的人士 他们的选情能够这个被打压下去之后 他的总统梦再一次的轮回才可以实现吗 总而言之这个对国民党的选举 选情来讲 恐怕在浅蓝浅绿的选民上面 会造成极大的一个震撼 即使是深蓝的候选人 如韩国瑜丁守中者恐怕都没有办法来认同 除了韩国瑜这个说谈统都不需要之外 侯友谊说他是参选直辖市市长 不是选总统 亦是形态的东西放在两边 好好为市民做事比较重要 他们连台湾主权的这个 现在不是统一的时机 是维持现状了 这个的话也都不敢讲 我觉得这个马英九很坏 他不仅让这些人 这个没有办法闪躲这个议题 他还让这些人在这个议题上面呢 被照射出了真面目 所以马英九已经变成了压垮国民党 正在上升抗好的选情的一个最重要的 好几根稻草的力量吗 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观察 不过国民党当局也找到了一个借口 如果到时候选情并不是他们所宣称吹嘘 所拐骗的这么好的话 那马英九就可以变成带嘴羔羊 好 陈学胜也说 他不了解马英九这个说法的来龙去末 在没有深究前 他也不敢贸然评论 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不愿回答 直接表示不评论这个事情 那高斯伯在台南市他说政治是议题 不是地方选举的主轴 地方选举主轴是拼经济 一切以拼经济为主 至于马英九的新三部想法 要经过大家讨论 只要是能把南台湾经济拼上来的 他都赞成 丁守中说若是要走向统一 要有前提 就是在自由民主均富法治之下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一切免谈 马英九基金会前天举办马锡会三周年研讨会 马英九在会中重申九二共识 并且将不同不独不武的主张 变成不排斥统一 不支持台独 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声称这样子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现状 对台湾是最佳选择 那么外界认为 马英九是更进一步向统一来倾斜 那当然马英九年纪已长 这个是进入人生垂暮之年 是不是想要在自己 这个百年之前看到统一 这一点呢 恐怕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 这个该好好监督 而且好好观察的议题 好高雄市又老又穷吗 在一项民调当中显示有七成八的高雄市民 对于高雄市是充满了光荣感的 那高雄的光荣感最近又吸引了 被动原件的龙头厂 国聚昨天召开了董事会 通过百亿元的回台投资外 国聚以7.9亿元取得高雄大发工业区土地 预计三年内要投入100亿元 用以扩张高阶产品 高雄市的金发局长李怡德说 全球最大封装测试厂日月光正在更新扩厂 苹果供应链台郡科技也宣布进驻 核发园区投产5G毫米坡 华邦店3350亿投资案 动土新建 显示科技产业 看好高雄 那台郡国聚 华邦店分别他们的投资高雄 对于高雄而言 那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而国聚说回台湾列地设厂 主要是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未来还会持续扩大投资 跟流台湾 目前国聚呢 MLCC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 月产能到今年底可达500亿颗左右 明后年将针对高融值电容 汽车规格持续扩张产能 预计月产能在明年约抵达600亿颗 2020年达到700亿颗 然后李仪德 也就是高雄市的金发局长说 没有土地供给 就没有招商引资的机会 高雄以工业区更新 港湾转型 新延区开发三大柱轴 陆续开发了男子加工区第二园区 和发工产业园区 人武产业园区 桥头科学园区等产业用地 高雄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海空双港 便利交通及厚实的产业基础 加上市府积极提供 煤和售价合理的产业园区土地 华邦店 日月光 台郡国际等科技大厂 陆续在高雄设厂 那经济部次长曾文松也说 竟然因为因应台商回台投资 已经重新盘点供电能力 纳入新增的大型投资案 仍有余裕 在尖锋供电 每年增加1%的情况之下 自明年起到2025年 仍可达到备用率15% 被转10%以上的法定目标 供电绝对没有问题 好这个是彰化有一个这个行动 是黑帮结合政党 还发现银弹动员人头 参与选举活动 这是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昨天展开选前扫黑 缤纷11路在彰化县云林县收网 逮捕11名竹联邦成员 其中三个人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 并且搜出了中国五星旗 统促党背心制服 警方查出统促党成员 以每场每人一千元车马费 动员找人头参加选举造势活动 这个是千元动员的统促党 那国具百亿投资高雄 到底是谁这个来完成的呢 陈奇迈说就是这个我所邀请的 这是陈奇迈他所说的 他说是他所完成的这一项投资案的邀请 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一则消息 也提供给大家 这个是很需要大家来看到所谓高雄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点 好昨天的韩国瑜是他的唱军歌夜席 然后动员百辆游览车在骑山造势 这个夜席要是军歌 我们也看到这个韩国瑜的维安部队 也就是陆军官校的校友啊 这个夜席到底跟年轻人能不能够 这个相吻合就不知道了 好昨天又有一个移花揭幕的状况 就是说苏贞昌有批转公函吗 那这个苏贞昌的阵营呢 说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真实的一个状况啊 那维多利亚学校到底怎样 是非常令人觉得这个不可相信的啊 那好这个大选之前呢 这个柯文哲派参事啊 这个兼大陆小组的执行长辽庆域到中国 外传要接触上海台派 可能讨论这个双城论坛 到底是怎么样呢 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次选举被冷落的 时刻文哲